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个主题叫做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首先我们先来读以福所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以福所书的第五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这边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诵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星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好吧,我们先一开始的时候,先一同来低头祷告 阿们的父神,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恳求那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引导我们众人进入一切的真理 主我们需要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明白什么意思叫做被主你的灵所充满 主我们有各式各样原来究竟有的一些的想法 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单单的从你的话语来领受 主让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 以至于我们能经历到主你的灵的充满在我们里面 谢谢主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听见你的话语 愿主你今天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的一切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以福所书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这段经文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重要 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认真而且很仔细的来研读这几节的经文 非常留意的推敲这些的字句 以了解他们实际的含义 这段圣经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被圣灵充满了的生命是一个炼净平衡和自我约束的生命 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是讲求一个所谓的科技的精神 或是科技的社会 那我要讲的不是说科技的本身 也不是纯粹关于科学 我要讲的乃是关于科技的精神 如果呢你想要读有关于这方面的好书 以认识什么叫做科技 你可以去读有一个人所写的叫做雅克埃里尔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很棒 它叫做科技学社会 假如你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呢 你必须要阅读它 基本上来说呢 世界上所谓的科技精神就是 让我们把一切都简化为商品 科技精神就是把事物简化为事实和资料 力量和程式 以至于我们可以控制它 包装它 垄断它 并且买卖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呢 着重于外观呢 胜于事实 胜于实际的原因 我观察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人这样子讲 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那边在1850年代 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和斯提芬道格拉斯 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当政的那个年代 你知道林肯总统呢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但是呢 如果这两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走在 在那个时候的美国的一般街道 城市的街道上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长的是怎么样 没有人会认得他们 你认识亚伯拉罕林肯 或者是这个斯提芬道格拉斯 主要是透过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想法跟理念呢 是很重要的 你是透过他们的观点 透过他们的论述而认识他们 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同的年代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你长的什么样子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中呢 你可以控制你的样貌 你希望自己的样子如何 是可以设计的 你可以创造美感 可以用某种特定的方式呢 把你的样貌呢 拍摄下来 而且你可以创造形象 但是呢 你却是无法创造出成熟度 无法创造出关系 更不可以呢 没有办法创造出品格 因此呢 我们在生活的一个环境里呢 是所谓的科技性的社会里 那以前呢 你知道说在美国总统 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呢 都有人呢 专门帮他们在写演讲稿的 那以前的前美国总统 尼克森呢 他的有一个演讲稿的撰写人呢 写了一张有趣的便条 我个人呢 不反对呢 尼克森呢 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 这个看法而已 过去呢 曾经出版了好几本书 假如呢 你年纪比较大 也许还记得那些书 在美国呢 每一次总统竞选的时候呢 总会有人写一本书叫做 1964年 美国总统竞选之路 或者是呢 1960年美国总统竞选之路等等 最后呢 有人把书名一改 称为推销1968年的总统 那本书里面呢 收录了尼克森的一位 演讲稿撰写人写的一张便条 它是一个提醒 这个撰写人呢 在便条中呢 提醒总统的助选团的团员 他内容这样子写 他说记住哦 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一点 人们对于选举的反应呢 是在于形象 而不是在于那人的人物的本身 因此呢 人们注重的不是内涵 而是观感 这就是呢 科技的精神 这种精神呢 导致了一种巨大的反效果 这个情形呢 在我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呢 开始浮现 当时呢 每个人都开始谈论 所谓的塑胶文化 也许有人记得这件事吧 塑胶的 当然我们要的是真实性的 不需要是塑胶性的 因为科技精神呢 创造了一种空虚感 因此人们呢 一窝蜂的想要去获得经验 我们需要有精力 我们想要真实 因此呢 人们滥用毒品 追求神秘学 或者是超觉的静坐 人们追求以东方宗教为本的 所谓新世纪运动 没错 人们呢 也去追求各种疯狂的基督徒团体 反正呢 只要有任何可以强调感觉 经验和实际的 只要有别于科技的东西呢 都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呢 在这个科技化的精神的 这样子的社会里面呢 它带出了一个副作用 或者是一个反效果 就是呢 人们开始觉得说 一切都是只是注重在外表 都是在外观 可是没有人讲求实际 以至于人们觉得里面非常的空虚 所以一窝蜂的开始去寻找经历跟经验 所以对我做一个基督徒的 以及还有很多人来说 这种情形呢 其实是相当吓人的 尤其是对于在三十年前的 世俗的思想家来说 由于社会已经变得科学化 所以宗教神秘学和所有这一切呢 他们认为都会消灭 我们是一个科技性的社会 由于社会倾向科技性 所以人们对于真正的经历 和真实的连结 它变成开始有一个反效果 有一股巨大的渴望 这是使大家都觉得可怕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只要去追求任何能够给予我们那种强烈的感觉的东西 我再次强调 感觉 但我觉得可怕的是 实际上呢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呢 假若有某种基督教的思维 能够给人提供经验 和兴奋感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去追求 然而你如果清楚 就会发现人们要的是一种 类似科技性的经验 是一种可控制的经验 为什么这样讲 举个例子 一百年前呢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想要写一本书 叫做被圣灵充满了三个简易步骤的书 没有人会写这样的书 在一方面 我们深深的受商品化的文化所影响 企图把每一件东西都变成商品 这样说吧 我们企图把属灵的经验呢 城市化 以至于我现在就可以得着它 可以控制它 我可以操控它 我现在就要做好它 就是我需要有一种方式 可以直接的来掌管控制经历 而另一方面呢 在我们里面这巨大的渴望呢 恰恰是科技的精神所促成的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科技精神呢 以至于我们觉得里面非常的空虚 但是呢我们又非常的需要 借由科技精神呢 来控制呢 这一切的经验 所以呢 我举个例子再给你听 那我们在以福所书里面呢 我们在以福所书里面讲到说 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呢 现在你到书房里面去看看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呢 向你推销经验 像你讲说怎么样子可以得到医治 你怎么样子可以经历神 你怎么样可以带来兴旺 让你可以非常的复兴 甚至富有等等 这是一种奇怪的 而且又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的 一种的副作用 从科技所带来最糟的影响是 反弹到最可怕的神秘主义里 有时候呢 甚至是两种的组合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来明白一下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所说的真理 这里说怎样被圣灵充满 不幸的是呢 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教的教会在这个真理上 总是意见分歧 人们会谈论说 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那间不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吗 这间不是 那间是 这个人呢 需要被圣灵充满等等 人们呢会互相辩论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举手投降说 这个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算了 因为呢 保罗在探讨有关婚姻养育子女与雇主的关系之前呢 他在提供我们有关婚姻家庭工作等等的事情 一些最好的教导之前呢 他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做之前呢 便会很小心的说到 要被圣灵充满 他在这教导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他的意思是说 除非你被圣灵充满 否则呢 你无法做这些事 你无法在这方面有称职的表现 这是十分重要的 我想这里有一个危险 那就是基督徒对于被圣灵充满的理解呢 各持己见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去思想一下 我要给你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圣灵充满虽然大家呢 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但是呢 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去了解他 你知道许多人呢 他因为害怕的一个缘故呢 所以他都不想要知道 他就是有关这一方面 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呢 他一概都不碰的 但是呢 你如果明白圣经很多的事情 无论像婚姻啊 教养儿女啊 或者是与我们主人啊 与我们老板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所有一切 包括职场的 一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来明白他 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今天在都会行的这个教会里面呢 有相当多的人他归向神 会回到神的怀抱中呢 他是有原因的 而且他们常常是因为 他们生命当中有酗酒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有滥用药物的问题 我想呢 保罗为了要给圣灵充满下定义 而谈论醉酒的问题呢 他的意义呢 颇为深长 他说不要醉酒 哪要被圣灵充满 他期望向来那些 嗜酒如命的人呢 可以明白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有酗酒的问题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你不要难为情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人 他被带到基督的面前 或者是有很多的人自己主动到基督的面前 其实啊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深信在某种的程度上面呢 有大部分的人会发现 今天这段的圣经经文呢 非常具有启发性 为什么 因为保罗说呢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现代的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 不要酗酒 那是会败坏人的 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把握时间 我们谈谈一下 被圣灵充满的一般的状况 被圣灵充满的一般的特征是怎么样的呢 保罗是怎么样子说 当他说不要醉酒被圣灵充满 他是怎么样子描述被圣灵充满的呢 第一 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 是一种非常能够自我约束 是一个平衡的自律和炼镜的生活 第二 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 是一个具有极大的驱动力的生命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子还可以达到 以上所说的这两大的特征呢 为什么保罗要谈到醉酒呢 为什么他提起这件事呢 有人会说 哎呀 保罗是因为生活在罗马 而这些基督徒也住在罗马 那那里的人普遍都是滥用药物的 而且已经到一个非常泛滥的地步 所以他会很自然的说 你们以前醉酒 以前滥用药物 但现在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也许 保罗是这个意思吧 也许他是说你们以前是败坏的 但现在你们是基督徒了 所以要被圣灵充满 但是我倒认为 保罗这样用醉酒来打比方 是因为醉酒的情况 与被圣灵充满的情况 有其相同之处 但也有不相同之处 你一定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 也许保罗是在讲那一段的记载吧 在使徒行传中说到 当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出去 开始逢人呢 便传讲福音 他们第一次公开宣讲福音 当时人们怎么说的呢 他们怎么样解释那些使徒的行为呢 群众看见他们都纷纷议论说 这些人究竟是谁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要说什么 结果群众他的结论是 哦 他们都喝醉酒了 因此醉酒 与被圣灵充满这两者 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中 一定有相似之处 也有差异之处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说不要醉酒 我告诉你 为什么他说不要醉酒 首先 醉酒呢 这个词语呢 就是浸泡 这指的是被浸透 以至于被操控的意思 等一下呢 我们要回来看好这一点 现在呢我要向你指出 你之所以醉酒 并不是因为你喝下了多少酒精 而是有多少的酒精呢 现在控制了你 对不对呢 你知道有些人呢 十杯喝下去不会醉 但是有些人只喝了两杯呢 就醉醺醺了 那么是什么令你醉的呢 其实不是酒精的分量 而是酒精的影响 不是因为你喝下了多少分量的酒 而是有多少分量的酒呢 把你控制住了 这就是醉酒的意思 醉酒 这个词语呢 就是指着浸泡 和被浸透的意思 然后呢 会败坏人 这个词呢 出现在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中 至于和和本呢 则是用放荡 那放荡这个词呢 表面的意思就是 满意出来 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15章 记载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吗 浪子分到家产之后呢 就往远方去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这经文用的就是同一个词 意思是被挥霍了 任意花掉了 挥霍了精力而毫无成就 也就是指着 极端没有效率 一事无成 为什么保罗谈论醉酒呢 因为醉酒又跟我们被圣灵充满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联呢 首先呢 这个意思是说 第一方面 被圣灵充满的与放荡的 是完全相反的 放荡的意思就是被挥霍浪费了 任意的挥霍了精力 但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则是绝对的能够自我约束 是精炼的 是平衡的 你有没有听过 有些声乐家如何训练他们的声音呢 他们经过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 反复刻苦的练习和经验 在声音的训练中 必须发展对声音控制的能力 声乐家能够表达 我们所无法表达的声音 还有那些伟大的运动员 为什么他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掌握自如呢 同样的被圣灵生命呢 所充满的呢 他也可以受到如此绝对的控制和约束 我知道当我这样解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并不是你所想到的第一件事 对不对 当人们谈到说 那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立刻会有人说 哎呀 那一定是非常的狂野的一个教会 这其实呢 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段圣经中呢 所得到的首要的教导 保罗说不要醉酒 他是要以他的方式 用醉酒和被圣灵充满的做一个对比 他指出 醉酒会让人失去控制能力 你会花掉很多的精力 却徒劳无功 就像一部没有入党的车子 引擎在运转 但是哪里都去不了 因此 如果你说你是被圣灵充满的 然而你竟然无法约束自己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的生命具备了被炼净的 以至于能够有平衡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征 而且呢 能够善用时间 能够对付自己的身体 对付自己的舌头 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且运用你的恩赐为主 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 你更能够利用宝贵的光阴呢 为主结出美善的果子 这样 你才能说得上是被 圣灵充满 其实呢 我不在乎你的感觉是多么的高涨 我也不在乎你的情绪是如何的丰富 我也不在乎这一切的事情 假如 你没有一个炼净和平衡的生命 你就不是被 圣灵充满 这就是保罗明确的教导 因为这些行为恰恰与败坏的或放荡的行为呢 成为强烈的一个对比 败坏的意思就是再讲一遍 挥霍跟浪费 我知道我这么讲是蛮吓人的 但你要记住 你可以去看看一个醉酒的人 这人可以是男人 也是一个女人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 在酒精的作祟下呢 他觉得他不必匆忙 反正时间多的事 他迷迷糊糊 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你留意那些喝得烂醉如你的人 他不仅觉得时间多的事 他更是在挥霍他的精力 他试着去做他无法胜任的事情 在酒精的影响下 他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的贞洁呢 也丧失了 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 他在浪费时间挥霍光阴 他的生命不平衡 没有精炼 缺乏自律 如同脱疆的野马 放荡不羁 所以亲爱的朋友 弟兄们 你必须要谨慎的 寻查自己问问说 我是这样子的吗 你的生命呢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 第二方面呢 败坏的或者是放荡的 也可以翻译为 精疲力尽 或者是精疲力铁 你知道很多的教会啊 当他们在谈论呢 被圣灵充满 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被圣灵充满 让我这样子讲 保罗劝我们说呢 不要被酒精消耗了你的精力 不要让酒精使你精疲力竭 而要被圣灵充满 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们必须忙忙碌碌的去做那些使他们耗尽的属灵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圣经说 这并不是圣灵鼓励我们去做的 让我们这样子来思想吧 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圣经的教导 圣经说 要有智慧 要爱惜光阴 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去做 你在一天或一个星期之内 所无法胜任的事情 假如你在一天或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内 有超出你所能完成的工作 那么这表示 你所做的这些许多的工作上 他不是上帝叫你去做的 那些工作是你给你自己做的 是别人给你做的 上帝绝对不会 我再强调上帝绝对不会叫你去做 这些这么多的工作 而你没办法胜任 你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掌控 被圣灵所浸透 被圣灵所约束 你要记得 圣灵可不是傻瓜 圣灵不会把你所无法承担的工作 加在你的身上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样说 但我不是为我自己而说 我是为解释清楚圣经的真理 而告诉你的 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的看法 这是圣经的教导 许多的弟兄姐妹呢 他发现他的工作呢 他在服饰上面耗尽了 太忙碌的服饰呢 使你精疲力尽的话 太多的基督教的活动 太频繁的为服饰 东奔西走 那么你就不是被圣灵 所感动去做这些事 圣灵呢 不会鼓励我们去做 上帝的事工 而最终呢 使我们耗尽的 圣灵不会让你在今天 或是这个星期 去做超出你这个时间内 所能完成的工作 因此呢 如果你的服饰太多 那一定是某人家给你的 不是 你不要说是圣灵 指示你去做的 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简单的说 你要坐下来说 好吧 圣灵给了我什么工作呢 上帝吩咐我去做什么呢 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呢 圣经中说那些是首要的事工呢 有哪一些是首要的 是我必须要做的工作呢 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他的我一概都不可以去做 如果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那么我就不是在圣灵的约束之下 我正在耗尽自己 因此呢 圣灵所管理的生命呢 是有约束力的 是精炼的 是平衡的 而且呢 是有效率的 我们再看看第二点 我只是恶要说一下 我也看见一些基督徒呢 被打着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旗号 实质上面呢 他们勉强的表现出一种 轻松愉快的感觉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们勉强的挤出一种的情绪 总是试着说 哎呀 我们呢 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赞美主 为那个事情去赞美主 他们勉强自己 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他们过度竭力的去营造一种愉快 轻松的气氛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有一个刚刚结婚三四个月的男生 他的妻子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 在一次交通意外中上升了 有某些属灵的基督徒找到他 对他说 你必须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为这件事呢 赞美神 从神学上来看呢 这样的事情呢 有两个看法 例如 约伯失去了他的家庭 他怎样做呢 他撕裂衣裳 劈头散法 把灰撒在他头上 倒在地上 大喊大叫 放声大哭吗 圣经对这样的行为 怎么样说呢 圣经说 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 并不犯罪 有许多所谓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中呢 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基督徒 这样做的话 他们会说 哎呀 那个人呢 没有能够得胜 然而呢 那个人呢 他一定是没有信靠基督 所以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下断言的 但是呢 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 圣经说呢 约伯并不犯罪 他没有不顺服神 他跟神说话 信靠神 苦苦的求告神 他并没有离弃神 关键就是 总是有些人 会强迫自己流露出 轻松愉快的情绪 他们总是表现了兴奋 以为被圣灵充满 就必须这样子的胜利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 这个可怜的男生 这个男生经过两年的时间 才从这个伤痛中 恢复过来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不断的赞美主 突然之间 他觉醒过来 他说 哎呀 我的天啊 我真的是很难过 然后他就崩溃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并没有 真正的到神的面前 他凭着被圣灵充满的名义呢 却从来没有向神请诉 我们要说的就是呢 有些人呢 虽然美其名呢 时刻呢 都轻松愉快 他们其实没有被圣灵充满 实际上 他们是心力交税的 假如你一直在勉强自己 你必然会心力交税 实时上呢 这就是活在肉体上的一个表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首先呢 我真的要指出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是一个精炼 平衡的 以至于 是可以自我约束的 一种的生命 第二 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生命呢 是具有驱动力的生命 这个我在前面就说过 如果你要明白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 你必须知道保罗 将被圣灵充满与醉酒做对比 因为醉酒呢 与圣灵充满有相似之处 却有不相似之处 保罗说 不要醉酒 来要被圣灵充满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从圣灵所获得的体验 其他人则是从酒瓶中 才可以获得 让我们这样访问自己 为什么有些人要酗酒无度呢 目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对于这些问题呢 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探讨 追溯 那个人的家庭模式 但我现在呢 不是要谈这些 我要说的是 从心理上和意识上来看 为什么一个人 会有意识的喝酒呢 有些人会说 我一定要告诉那个人 某件很不愉快的事 我一定要喝杯酒 壮壮胆子 我才有办法说 一个人之所以呢 酗酒无度呢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无法面对的问题 所以他利用酒精呢 来麻醉自己 想要自己的问题呢 把他压抑下去 这些问题呢 总是阴魂不散的缠着你 一直在你心中困扰着你 怎么办呢 你要只好把自己灌醉 所以你喝酒的目的呢 是要重新获得人生的意义 因为你的问题呢 威胁着你 使你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所以你试着透过酒精 来找回人生的意义 或者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喝酒壮胆 酒使你不会去想责任 或是后果 可以说 酒使你的脑子呢 停止一些的功能 以至于你不会去思考 许多现实生活中的责任 和他的后果 所以喝了之后呢 这个胆子呢 也壮了 所以你敢做很多呢 之前呢 不敢做的事情 另外有一些人喝酒后呢 才会呈现他真实情感脆弱的那一面 这其实也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他要喝酒之后呢 他才有办法呢 敞开他的心 我以前呢 认识一个酒鬼呢 很可悲的 他只有在喝醉的时候呢 才有办法谈他的问题 和他的心事 他清醒的时候呢 他绝对不会跟你讲 他个人的事情 他整个人都是非常的紧绷的 有些人呢 喝酒是为了要壮胆 有些是为了要能够敞开自己 也有是为了要寻求生命的意义 但是你如果翻阅药理的这个书籍的话呢 会知道呢 酒精呢 弟兄姐妹你听好 其实酒精呢 是一个镇定剂 它有镇静意志的这个作用 请你想想 为什么酒精呢 会带给你生命意义呢 酒精为什么会带给你勇气呢 酒精为什么会使你愿意要敞开呢 原来酒精会使你对现实看不清楚 意思是呢 酒精呢 使你看得比真实 比实际还要少 使你的视线的变窄 请你这样想 我举一个例子 当你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像一只可怕的怪物 你现在面对一个怪物 像你那个张摇舞爪 就要逮住你 要把你所在的一个小房子 你在一个小房子里 这个大的怪物要来把它压碎 那酒精呢 会发挥什么作用呢 酒精呢 使你无法看清楚全景 它没有办法让你什么都看见 它让你看见的比实际的图像呢 还要少 它要摧毁你看清整件事情的能力 以至于结果呢 你只看见这个小房子 你看不见这些怪物的爪子 更看不见这个怪物 你会说太好了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酒精它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是一种的镇定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醉酒来被圣灵充满 这个意思是 上帝要赐给你生命的意义 上帝要赐给你勇气 赐给你可以敞开的心 但是圣灵不是借着缩小你的水平视线 或是你的视野 而是为你开拓你的视野 以至你可以看见更多 我再讲一遍 很多人喝酒是为了要找到生命的意义 或者是他觉得说他需要有勇气 而且喝酒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讲他心里的事情 让他可以敞开心 但是呢 圣灵呢 也可以 圣灵他可以给你生命的意义 他可以给我们勇气 而且让我们可以敞开心 但是圣灵呢 不是借由控制我们 缩小我们的水平视野 他不是要让我们看不见事情 他刚好是相反的 我在这边举个例子 当人们失去工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他会去喝酒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不想再面对现实 可是呢 上帝的灵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同样的情况会做什么事情呢 相好相反 当你被圣灵充满 你的生命呢 会具有驱动力 你的思维呢 得以提升 你看见的现实呢 会看得更宽阔 更宽广 而不仅仅的看到一个小房子 还有那个怪物 上帝的灵要让你看见 最终那个怪物呢 不过是一件小事 因为呢 有一位掌管历史的主 他爱你 关心你 他同时 也掌管那个怪物 我再跟你讲一遍 举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一个房子 你在这个房子里面 其实外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大的怪物 要把你压碎了 那喝酒呢 使你不要看见那个怪物 只有看见那个房子 让你觉得说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圣灵充满刚好是相反 他不会让你说 没有看见那个怪物 他不会把事实呢 掩盖起来 他会让你看见更宽 更广 让你看见更真实事 其实这怪物 或者是困难来讲 也在上帝的手中 也在他的掌管之中 所以没有任何人呢 可以来控管 没有可以来伤害你 因为神掌管这一切 所以 圣灵让你看见是更宽广 以至于呢 你可以放下心来 跟喝酒 让你看不见 放下心来呢 是 虽然同样的果效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你去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 约伯的经历真是这样子 约伯仅仅看见撒旦在攻击他 施展各种的伎俩 在进行破坏 但是你读一读约伯记 你会看见撒旦 上帝总是对撒旦说 撒旦住手 上帝规范一切 限制失误 掌管一切 可是呢 现在许多人为了处理问题呢 他基本上去喝酒 去买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实在无法去面对 他躲避事实 但是呢 上帝的灵呢 赋予你相同的生命意义 赐给你相同的勇气 但是却不是借着压制你对现实的理解 而是你提升你对你的理解力 告诉你说 有某个比那个怪物更大的东西 就是这位掌管历史的主 而且圣经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他将你鸣刻在手掌上 他的羊 听他的声音 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将你从他的手中夺去 这就是圣灵的作为 圣灵为你展现一个更宽阔的现实的情景 因此呢 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令人兴奋 而且能够怎么样子呢 驱动人的 一个人怎么样子对付忧虑呢 酒精呢 令人压抑 使你对视线模糊 圣灵刚好相反 他会提升你 驱动 并且开拓你的视野 你可以用这任何 这两种的任何一个方法去对付忧虑 然后中间的差别是 酒精的效力呢 它是非常短暂的 或者是应该这样讲 它是非常暂时的 它没有办法持续的 保罗在经文中说什么呢 基本上 圣灵呢 是透过真理做工的 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请看一下保罗在这里说 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要用什么呢 诗章诵词 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你们也看一看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那里的经文呢 如出一册 保罗说什么呢 把基督的道理呢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然后他接着马上就说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呢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以福手书第五章那里也说 要彼此顺服 所以你对照这两处的经文 你会发现 有事件相同的事情吗 要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 心和的赞美主 心被恩感 彼此顺服 这些是一样的 以福手书里面的第五章第十八节 所说到的 被圣灵充满 所必然带来的四件相同的事情呢 也就是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中 所说的 被圣灵充满的相同的结果 假如你想了解被圣灵充满的意义呢 这里就可以用来解释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弟兄姐妹 我再跟你解释一遍啊 这歌罗西书或者是以福所书也好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跟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你会发现 他们都在形容一件事情 被圣灵充满 或者是被真理所充满 把这个基督的道理呢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那一个是讲被圣灵充满 一个是被真理所充满 但是他所带出来的四件的结局呢 是一样 施章 颂词 林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这一些呢 是一样的 所以被圣灵充满的 亲爱弟兄姐妹 与被基督的道理呢 丰丰富富的充满的 被主的道所浸透的 所控制的 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再讲一遍 你被圣灵充满 还有被这个基督的道理呢 丰丰富富的充满的 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被圣灵充满的 就是灵性上 被所认识的真理所融化 你要怎么样对付你的忧虑呢 酒精怎样对付你的忧虑 酒精会令你感到压抑 使你在思想和视野上面的 越来越模糊 和狭窄 然而呢 圣灵呢 是怎样对付忧虑呢 圣灵可以透过 向你展示一幅 大的画面 更大的画面 来提升你 融化你 消除你的恐惧 驱逐你内心的 抗拒和愤怒 因此我们说 圣灵所掌管的生命 是一个有驱动力的生命 更好的说呢 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生命 是没有愁烦的 如果你觉得烦闷不乐 那就是你 没有被圣灵充满 第三点 非常的重要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呢 是一个很久喜乐的生命 我再讲一遍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呢 是一个很久喜乐的一个生命 那你说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思呢 圣经说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充满这个词呢 在实态上面呢 是现在进行事 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看得非常的清楚的 没有人呢 可以持续的醉酒 就是说你喝酒这件事情 虽然你可能觉得非常的欢乐 非常的快乐 但是它的问题是 它是暂时的 它没有办法持续太久 但是呢 圣经说呢 不要醉酒 它只是在说一件 一个事件 因为没有人呢 可以不断的醉酒 但是呢 当保罗说要被圣灵 所充满的时候呢 他用的是现在进行的时态 是一件持续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 分辨你的喜乐呢 是属灵的 或是天然的 就是在于此了 属灵的喜乐呢 是可以持久的 当你遇到这个逆境的时候呢 你的喜乐就消失了 这就不是出于圣灵的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心情的起伏不定 那么你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 这就是这段圣经的一个含义 你怎么知道你的喜乐的焦点是在那个赐予者 还是所赐予的东西呢 你怎么知道你的喜乐的焦点是在于赐予者本身 还是在于他为你所做的事情呢 答案很简单 这要看你是怎样看待你没有被应允的祷告 这就是你要进行的快速的一个测验 这是帮助你可以检验的 假如呢 你的祷告 神没有垂听 也没有回应 然后你就说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再也不要这个上帝了 我要回家去了 你知道吗 我当一个牧师呢 常常遇见这样子的人 他会这样讲说 如果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 算了我不要相信这个信仰 但是这个意味就是说 你实在说来 没有被圣灵充满 你可以跟我讲 那种被圣灵充满 那种美好的一种的感觉 你也可以告诉我那些 非常令人亢奋的那些经验 但是我要讲 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呢 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说 但我要再见到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呢 也没有人能夺去 你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 因为这是根据你在基督里的身份 诗篇第四篇第七节说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哈巴古书的第三章 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园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你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吗 这一些人呢 在逆境里面 在环境非常恶劣之下呢 他们人就是喜乐 那很多人实际上在讲说 他被圣灵充满 哦哦 真的是我有非常奇妙的一些经历 他们有可能一些奇妙的一些的现况 或者是他们觉得说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要觉得是说 你要做一个叛变 就是说你要问说 这种喜乐呢 是持续性的 或者是不是 就像一个人喝酒一样 他当下喝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兴奋 但是呢 一过去酒精一退掉之后呢 他就变了一个人 他就 他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喜乐 那圣灵充满不是 圣灵充满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那酒精呢 一下子就没有 这是为什么人呢 今天喝完之后呢 明天还要继续喝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醒过来 他只要一醒过来 他发现 他没有醉酒 他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要再喝更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中间的一个区别 我不晓得你这样子 有看得出来 正中间的一个不同吗 所以这为什么说在哈巴谷 这边讲到说 诶 无花果树也不发旺 葡萄树也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地也不出粮 园中也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个意思是说 他不受环境的一个影响 他今天欢喜快乐 他今天被充满不是因者 不是因者他的环境 所以呢 圣经里面这些作者讲到说 环境可以非常的一个恶劣 但是 但是 我再讲一遍 但是 他可以继续的 欢喜快乐 赞美主 这个是被圣灵充满 之间的一个不同 所以弟兄姐妹 最后呢 我要做一个结论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就是 它是一个平衡的 精炼 和自我约束的生命 一个有驱动力的生命 因为你的心思得以提升 去正视事实与真理 你的心智呢 也得以融化 能够在灵性上清楚的知道 自己是谁 这不是一个超亢奋的生命 而是一个稳重 坚持不懈的 而且持续不住的喜乐的生命 在任何的日子里呢 这个喜乐根据你在基督里的身份 而不是根据环境而有的 而改变 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义 假如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要大大的欢喜 假如你没有能在生命中 理解到这个道理 那么你要到 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向他认罪悔改 之后呢 我仍然要讨论呢 圣灵充满的意义 以至于 一个人怎么样子实际的 维持被圣灵充满 但是我现在先提出两点 圣经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铁撒农尼加前书 第五章第十九节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这个意思是说 当圣灵按着他的旨意 感动你 要修补你的生命时 假如你说 我要这样这样做 可是 你却没有做到 那么你就是 消灭了 圣灵的感动 这样你就不能经历到 丰满的生命 假如圣灵告诉你 去做某件事 你就去做 不要拖延 不要令圣灵担忧 你知道你犯罪 就令圣灵担忧 圣灵付出了 极大的代价 进入你的生命中 教导你 效法基督的圣洁 假如你是当老师的 你有没有教过一个 学习非常迟缓的学生呢 你知道吗 当一个学习非常迟缓的人 一起工作 那种感觉呢 实在是非常的难受 圣灵是你和我的老师 他进入你的生命中 设法教导你 成为圣洁 这实在是十分困难的 甚至我觉得是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情 假如你所说的事情呢 不能让他喜悦 你就是令他担忧了 亲爱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 假如呢 圣灵感动你 而你无动于衷 你就是在消灭他的感动 而且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说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 都在生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呢 是得罪自己的生子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保罗提醒我们 不可以忽视圣灵 不要忘了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当耶稣基督看见圣殿里 到处都是兑换银钱的人 看见这些得罪神的人 他说 当圣灵住在圣殿中 的时候 怎么可以这样的事情呢 我的殿要成为圣洁的地方 他洁净了 以色列圣者的院子 他推翻了这些 到这些兑换银钱的人 因为他不能忍受 因为这个不可能是出于神的 这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呢 在保罗在哥林多这边 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身体 我们为什么不要有隐形 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些事情 要保持自己的一个圣洁 不要得罪自己的生子 为什么呢 很特别的他讲说 因为我们的生子呢 是圣灵的殿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我们里头的 而且他更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自己的人 你知道很多的宗教也好 各式各样的一个信仰 都认为说身体呢 不是那么样的重要 他只认为说灵魂重要 身体却是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重要 但是亲爱弟兄姐妹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呢 清楚地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身体呢 是非常宝贵的 你要保护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圣灵的殿 所以 弟兄姐妹 你是否知道 圣灵住在你里面吗 这位具有圣洁为格的圣灵呢 他就在你里面 他会让你深受感动吗 你越是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 你就越发有能力 不过一个犯罪的生活 弟兄姐妹 不要忽视圣灵的吹逼 以至于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你要身体力行 不要犯罪而令圣灵担忧 而且更不要忽视圣灵 要为这住在你里面 这个具有大能和荣耀位格的圣灵呢 而惊讶 所以 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悔改 为什么呢 你要这样子对他讲 说主啊 我一直呢 自以为是的 在过日子 以为你在我里面 没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饶恕我 没有察觉到说 主啊 你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宝贵 我应该更加的谦卑 更加有信心 但这两样呢 我都缺乏 我就算是呢 循规道具 可是呢 我应该要更多的认罪悔改 因为你充满我 我应该要更加深信你 要借着我成就你的作为 因为你充满我 今天我要向你悔改 我以后不会忽略你 消灭你的感动 更不会令你担忧 求你充满我 让我得着被你所充满的生命 所以最后总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再一次讲说 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今天呢 花了这些时间 给你解释 那圣灵充满跟醉酒 它有相似之处 也有它不同之处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那酒最大的一件事情 是使人放荡 使人的失去控制 使人的看不清楚 他看不见 他真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做出一些我们事后会后悔的 而且喝酒呢 它虽然使你快乐 但是是一种镇定剂 它让你看不清楚 以至于你好像可以躲避事实 但是重点是 它没有办法持久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 他是非常有自治 他有自律 而且是过一个平衡 精炼的一种的生活 而被圣灵充满是持续性的 你可以不断的被他的一个掌管 他让你看见 不是让你躲避事实 让你面对事实 而面对一个真正的事实呢 是有上帝掌管一切的事实 以至于你可以生命有意义 活得有勇气 而且呢 更多的可以敞开自己 感谢赞美主 好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们的父神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主 你爱我们 主你真的要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今天透过 主研读主你的话语 更多的来明白一件 一个事实 主啊 被圣灵充满跟一般的人 他们所说的是不大一样的 主啊 唯愿 主我们真正的 清楚的明白 来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有真实的一个认识 被圣灵充满 是怎么一回事情 主你让我们不要过一个 使圣灵担忧的人的 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主啊 我们很多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悔改 我们虽然理智上知道 你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却是不是真正的知道 主你帮助我们真正的知道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转 来归到主你的面前 谢谢你爱我们 谢谢你教导我们 我们要再次在你面前 祝福 献上感恩 谢谢主的同在 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 你最宝贵的圣名 阿们